由美国英龙传媒主办 落成东区最大的第二十届欢乐家庭贺中秋 及中美文化艺术节 于9月15号在洛兰港Printing Here More盛大举行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博士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古今 以及各地民选官员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主要赞助商华美银行 特别赞助商达美航空和Sara Honda的鼎力支持 已经迈入第20个年头的南加州华裔社区传统节目 欢乐家庭贺中秋即中美文化艺术节 今年奉上来自各族裔的团体演出 及个人的精彩节目 台上抽奖活动接踵而至 几十个摊位现场展销 有吃有玩有礼物 给洛杉矶民众带来了难忘的一天 今天是我们第20届的欢乐家庭贺中秋 即中美文化艺术节 一共常会在洛杉矶举办中秋的文化艺术节 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每年我们都把各个不同俗意的表演请到这个舞台 然后在华人社区 在亚裔社区 能够借着中秋佳节 把我们华人的文化 把亚洲人的文化 带给美国主流社会 今天也请到了 中国中国台积总领馆和美国的国会 一直到市一级的各个民选官员 借着这样一个平台向我们亚裔社会 亚裔项目的华人来祝福中秋佳节 在这边祝福大家争取快乐 今年的节目一样丰富多彩 全天超过八小时的各族裔特色节目 有大型魔术 杂技表演 古筝琵琶独奏 旗袍走秀 太极表演 脱口秀 现代舞 童声二重唱 埃及肚皮舞 蒙古舞 长愁善舞 铜花莲子 等十几个精彩节目亮相 中国传媒主办的第二十届中美文化艺术节 欢乐家庭 赫中秋活动 对洛杉矶各族裔人民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那么我代表中国驻洛杉矶子 也对这个活动长得热烈的注册 那么这个活动坚持了二十年 我想在南加州地区没有多少个中美之间的交流活动 能坚持二十年 所以我对英文团媒的这种坚持不懈的 附近文化交流的这种精神 也非常钦佩 我也希望这个活动越犯越好 坚持下去 成为在南加州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良好的平台 第二十届欢乐家庭赫中秋 及中美文化艺术节的摊位 更是花样繁多 包括Delta达美航空 虫草城 郑冠庄 美国亚米网 正能量太阳能公司 阳格美容 韩国时装 AIJ保险公司 红韵音响 富盛贷款公司 高档卫浴登具 后有日本最畅销染发品牌 富士健康馆各种按摩椅和健康器材 华越国际有限公司 新思路新未来培训中心 天爱药房 巴达通快递 纽约人寿等 环球东方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豊杉矶采访